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类流感症状请记得 速就医保健康 入秋后持续有流感病毒案件发生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将延至11月15日后开打 不过今年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用药措施 首度提前至11月1日 只要有发烧症状的类流感患者 不必快筛 经医师判断即可立即施打使用 往年疫苗都是10月1日开打 今年因为第一批要等到11月15日 所以等于是延后了一个多月 所以今年的客流感药物的一个抗病毒药物的使用 也提早了一个月 那我们知道现在肺炎在十大指引排第三 所以是蛮多的 尤其是老人 或是一些高危险群得肺炎死亡的机会很高 所以你要预防这里面其实最重要就是流感的预防 为提供国民更周全的保护力 彰化线已采购35万2370剂疫苗 数量可涵盖27%全线人口数 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 将提供口服的克流感、益克帽 与吸入型的瑞克沙等三种 由于目前流感抗病毒药剂 为列入建保几副项目 公费用药将由医师医病患状况及专业决定 卫生局提醒民众、老人及慢性病等高危险群 在察觉有流感症状时 务必在第一时间使用抗病毒药物 才能降低流感的并发症及后遗症 公益频道赖青龙、彰化、采访报导